天气寒凉,冷风来时,总想吃一口热乎的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道紫菜蛋花汤的正确做法 而且这道紫菜蛋花汤是非常的美味的,特别的好喝 下面来看一下具体的烹饪剥处吧 先准备一小块的紫菜,将紫菜撕碎,放到大碗里 紫菜是一种营养价值很高的食物,虽然价格便宜 但是其中含有甲元素,点元素,还是非常丰富的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平常多吃点,好处还是蛮多的 拿它来煲汤,再适合不过了,鲜美好喝又营养 但我猜测,有一大批人做紫菜蛋花汤的方法都是错误的 在做这道汤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把紫菜直接倒入锅里煮 殊不知这个做法破坏了营养,也减少了鲜美 其实紫菜无需下锅煮,正确的做法是把紫菜泡开就可以 所以水温在50度到70度,用这样的温水来泡 既能泡出味,又不会破坏营养 紫菜先放到一旁备用 这会儿我们准备两根小葱,直接切成葱花 蛋花紫菜汤香不香,小葱也很关键 小葱多加一点,葱香浓郁,汤汁也会更加的鲜美好喝 再准备一根香菜,切成小段 香菜根据个人的口味来添加 喜欢吃香菜的朋友,可以多加一点,切好之后封入盘里备用 现在准备一个小碗,加入半勺的淀粉 再加入小半碗的清水,调化开 搅拌搅拌,淀粉水就调好了 先放在一边 准备了三个鸡蛋,打入碗里 用筷子把蛋液调起来打散开 使蛋白和蛋黄充分的融合 这样做的蛋花会特别的蓬松 尽量朝一个方向搅拌 不要让鸡蛋液起沫 看到鸡蛋液起沫就停止打鸡蛋了 先放在一边 紫菜已经泡开了 用漏少控水捞出 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碗里 接着把香菜、葱花加进来 再放入一小把的虾米 再来点的白胡椒粉 先放到一边备用 锅中烧水 水位开始加入一勺食用盐入个底味 现在把淀粉水倒入锅里 入锅之前提前搅拌搅拌 防止淀粉沉淀 这样汤汁喝起来会更加的浓香顺滑 不会清汤滑水的 中大火把水煮开 然后把鸡蛋液给它倒进去 倒的时候也要注意技巧 需要用勺子一点点的从高处递落 而且要转着圈的来倒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花会更加的美观 千万不要一股脑的就倒进去 那样做不出漂亮的蛋花 现在用勺子搅拌搅拌 把蛋花搅散开 视频制作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鸡蛋是很容易熟的 这个不用太长时间 鸡蛋成型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倒入碗里 做紫菜蛋花汤 紫菜无需下锅煮 我们把鸡蛋汤做好了 趁热就要在紫菜中 利用余温可以把紫菜给烫熟了 并且不会破坏鲜味和营养 最后淋入芝麻香油 搅拌搅拌就可以享用了 这样做的紫菜蛋花汤 喝起来比饭店里面的还要鲜美 清淡又解腻 这是一款素食汤 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简单还省事 紫菜和鸡蛋的营养价值都比较高 因其制作方便 营养丰富 所以深受喜爱 如果你还在纠结和什么汤的话 那这款汤更不容易错过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关注转发 拜拜